一个活了500年的美女吸血鬼 被她咬后流出的血 还能变成价值不菲的红宝石 今天带来的电影叫做《美丽吸血鬼》 小美是一个隐匿于人类社会的吸血鬼 她经营着一家美妆工作室 如果白天要出门 她就在自己脸上抹厚厚一层防晒霜 小美不但人长得漂亮 心地也很善良 她从来都不吸人血 有需要了就去肉铺买块猪血解决需求 作为常客 肉铺大婶也很关照她 经常会给她送一些别的肉 让她保持营养均衡 不过也不是谁都这么好心 这天包租婆找上门来 二话不说就给小美涨了三倍的房租 小美虽然活了500年 但也没攒下什么钱 就算她是吸血鬼 为了生计也得跑到大街上发传单招揽生意 晚上回家的小美 遇到了咱们的男主小帅 两人擦肩而过 一股熟悉的味道吸引到了小美 小帅这个人极其自恋 以为对方是被自己的帅脸给迷倒了 还打了个油腻的招呼 原来小帅身上散发的这股味道 和小美曾经的好闺蜜一模一样 隔天化妆的小美还在回想这股味道 而小帅居然主动来店里找她了 小帅想去参加一个演员试镜 所以想请小美来帮她化个妆 被味道吸引的小美 眼神和表情都有点不太正常 小帅看见她这副模样 还以为小美是在故意撩自己 不知不觉自己也有点心潮澎湃 还产生了幻觉 味道太强烈 小美受不了了 贴在脖子上就要咬下去 这时包租婆突然冲了进来 打断了小美 原来包租婆是小帅的母亲 因为自己的儿子整天不务正业 就想着当明星 怎么说她都不听 这可难坏了包租婆 为了让小帅能踏踏实实做点正事 包租婆承诺 只要不给自己儿子化妆 就降低小美的房租 快要被现实压垮的小美 那自然是一口答应了 可才过去了半天 小帅就又找上了门 饭花吃的小帅喜欢上了小美 不但不承认 还让小美不要害羞 快来亲自己一口 小美不肯 就自己扑上去亲了小美 这一下让小美愣了神 她又回想起了自己的好闺蜜 虽然自己是吸血鬼 但闺蜜是一个正常的人类 那时的小美不太懂事 差点就变成了邪恶的吸血鬼 多亏闺蜜拉了自己一把 而且闺蜜也想和她永远在一起 希望小美能咬她一口 把她也变成吸血鬼 但小美却因为自己的天性 没能及时停下来 吸取过量 夺走了闺蜜的生命 回到现实的她一把推开了小帅 但小帅还是死缠烂打的追问 这时包租婆找上了门 要是让她发现小帅在自己这里 那房租十有八九 是又要涨回来了 于是她把小帅带到了自己藏猪血的密室 两人就这么四目相对 小美居然也开始心跳加快了 包租婆打开门 看了一圈没找到人 就又离开了 回到家的包租婆心想 老这样也不是个事 她打算想个办法赶走小美 她找出了小美的租房信息 却意外地发现 小美已经六十多岁了 于是趁小美不在的时候 把她家找了个遍 这次还真让她找到了小美的密室 打开冰箱 里面满是猪血和防晒霜 这下她确定了 小美是个吸血鬼 隔天 她先是准备了十字架 又抹了一脸的大蒜 准备要和小美正面刚一波 小帅这边为了准备下一次的试镜 让小美配合自己一起练习剧本 练习的时候 小帅一句表白的台词 让小美又有了心动的感觉 一来二去 两人稳在了一起 这亲着亲掌 小美失去了理智 对着小帅的脖子就来了一口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 嘴边的血都化成了红宝石 小帅也被自己吸成了瓶血 小美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抱着小帅就往医院跑 可外面太阳当空照 跑着跑着小美就倒下了 最后 多亏了正巧路过的麦肉大婶 把小帅带去了医院 几天后 小帅又来找小美了 小美本来都不敢面对她了 但是小帅不但不害怕 还让小美把自己也变成吸血鬼 这样他们才能永远在一起 两个人刚要开始浪漫 就被包租婆给打断了 小帅本来还在说 自己和小美是真爱 不要拆散他们之类的话 结果包租婆来找小美 不是要赶她走 而是想让小美 把自己也变成吸血鬼 原来 上次送小帅去医院的时候 倒在路边的小美 正好被包租婆看到了 因为旁边都是自己的房子 她害怕小美发生什么意外 影响这里的房价 就把小美拖了回去 回到家后正好看到 小美原本被灼伤的皮肤 居然瞬间就恢复了 这可把自己这个黄脸坡给羡慕坏了 所以她来求小美 是想让自己也能变得青春永驻 故事圆满落幕 小帅和小美也确认了彼此的关系 因为爱的存在 小美结束了数百年的孤寂 迎来了自己的新生活 因为爱的存在 让一个500岁的吸血鬼 和一个20出头的傻白天人类 走到了一起 因为爱的存在 原本阴森黑暗的吸血鬼 也不再那么可怕